你干嘛呢 那个债主的跑到我公司去了 什么情况呢 问你话吗 没什么情况 你怎么是把倩钱不还啊 跑到我的公司去 那我也没要他跑呀 他这个跑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你不要赖上我呀 他自己不跑家里面来跑到你公司去 对不对 我只不过是给他留了个你的号码 报了你的公司地址而已 你不搞清楚啊 这个情况是你签下的 我知道啊 我签下的 所以呢 又怎么样呢 对不对 对啊 然后的话呢 你自己签点不还是吧 跑到我公司去 这个脸都给你丢劲了 知道没有吧 你这个是老类呀 反正呢 是吧 又不是来找我的 丢也是丢你的脸 别看也是看你的笑话 他去找你的时候 是不是你们公司的那些员工 全部围在一起 但也切切实语 在那里啊 呃 说笑笑话 指指点点 有没有 我真的是受不了你了是吧 你说你欠了钱 你就不能还掉吗 怎么倒是懒得我的事 我也在那服务你了 是吧 你说我欠了钱 你就不能帮我还掉 完了 把我摆平这个摊子 不就好了吗 你老是不愿意 对不对 我把你摆平了这一次 还有下一次 还有无数次 很怕啊 不是说把你摆平了这一次 你以后你就痛给前非了 你就是吧 我凭什么痛改前非 要改是你改 我改什么 改在你这个抠门的毛病 你凭什么让我改 意思说啊 你现在不还 你还有理了 我有理啊 你还大把你 你觉得是你 你比较就是说是对的 我这个不还钱的 我是错的 跑到我公司去也是一样 对吧 一生不坑的 就让人家去公司去要钱 我是欠你的 你没跟人家说清楚是吧 我是你前夫吗 我不是你是吧 老公吗 你跟人家说不就好了吗 我干嘛什么 我干嘛什么都跟着透露啊 我说清楚了 那然后呢 然后我说这个事 你不要来找我 对不对 是他欠了的钱 我们那早就离婚了 然后呢 没有什么 然后我说你找我也没用啊 找我有什么办法呢 这个东西我说 是吧 第一啊 我们这个夫妻财产 什么婚内财产 已经分割完毕了 啊 这就是没还呗 是吧 肯定没还啊 那这个东西 对不对 我上次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好吧 我说这个钱啊 一万块钱 我可以替你还 对不对 但是呢 你要就说 要么就是你离开 要么就是让我离开 你就不答应 你说去公司 我怎么给你还呢 只要我还这个东西 也要私下出下 协商解决 你爸爸协商吧 哼 哎呦 你这个欠钱不还 去公司去了 我跟他说了 我说这一万块钱 你不是很多 啊 我回去跟小爹说一下 知道没有 谁为你爱说不说 知道吧 你爱还不还 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 这么告诉你 懂吧 我一心我是想为了你好 是吧 为我好 你掏钱 别的这不是废话 那我掏钱 我也要了解清楚 是不是了解了吗 怎么这么 你这不告诉你了吗 我跟他说过了 我说是吧 慢慢还给他 对不对 我现在我觉得你怀孕了 我想搬下你 但是你也不要老是让我为了 有什么事 你叫他不要去公司了 这是很难看的 反正我不管 人家是吧 人家如果说人家拿不到钱 人家还是一样会去 拿不到钱 不是很多 我跟他说过 他以后也不会去了 但是我希望你拿 肯定了 什么事 你一出门 什么都搞定了 扭的很 那你给钱 给他怎么还搞不定 你给呀 我分期给他了 怎么还搞不定 你分期就分期 你嫁他那个什么 联系方式没有 我都已经跟他说好了 这个东西不让你操心了 我希望你下次 不要给我惹那么多麻烦 这也差不多是不是 早就该这样子了 是吧 不然你看 搞得自己又丢脸 是吧 在那个什么 你那些员工 那些同事面前多难看 难不难看啊 是吧 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也不想说说那么多了 我希望你呢 就是我下不为例 好吧 你不要再给我惹麻烦 我跟你讲 你呢 平时呢 多给我点零花钱 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知道不 对我呢 不要抗你这个样子 对你家人都很大方 对你朋友呢 都很大方 改造这个冒错 我并什么事都没有 知道吧 就什么事都安然无事